同样是在微信当中 朋友圈里有些消息和链接 我们也得注意间别了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伪装的骗局 日前警方归类总结出了朋友圈八大骗局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这八大骗局是 骗局一 性格测试 其实这是某个APP开发的营销测试 需要填写姓名和出生日期 用自己的微信登录泄露隐私 类似的还有免费设计签名 测另一半长相 有多少人暗恋你 测测你的名字 值多少钱等等 骗局二 投票获奖 这类投票往往要求 先关注账号或绑定手机 并提供家庭的真实信息 一旦骗子掌握到用户的重要信息 就会编造车祸重病等圈套形建 骗局三 集赞换奖品 很多集赞活动都打着免费旗号 但兑现时仍有各类消费 不少往往是空投支票 兑现难度大 还可能泄露信息或买到假货 骗局四 筹款治病 这类案件犯罪对象不明确 犯罪地点甚至跨国 财产难以追回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倾信 不贪心 众何时 骗局五 拼团买水果 这种拼单主要是为商家增加APP下载量 和收集消费者信息 若不法分子掌握手机号 银行卡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 银行卡内的资金可能会被套取 骗局六 帮忙砍价 这类砍价链接都要求填写姓名 手机号码甚至身份证号码 可能成为不法分子作案手段 骗局七 转发免费送 据调查 免费送的所谓品牌商品 一般都是从购物网站上批发 成本价极低 骗局八 转发领流量 这类其实是广告公司想筛选 哪些手机号是有效的 以前都是一个一个式 现在直接做个网页等着人分享 然后就可以发广告信息 或者打推销电话了 青岛小强希望大家把这段视频转发出去 让自己身边的朋友看到 不要让自己的朋友在朋友圈里上当受骗 点个赞 带分享出去嘛 爱你哦